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黄华市旅桥镇无家铺村的村民广场上 一年一度的元宵节文艺会演正在进行 一时间夫妇同来的带着孙儿孙女的 老姐们相掺的把广场围的是水泄不同 乡亲们都在期待着最后一个压轴节目的登场 只听一声哨响 一个个庞然大物正在慢慢进入广场中央 伴随着锣鼓声 这些大家伙摇头晃脑 做起了高难度动作 一会儿原地旋转 一会儿腾空跃起 惊险刺激 观众看的那叫一个过瘾 您刚才看到的这些精彩表演 正是当地有名的黄华麒麟舞 这些年来 黄华市民间文化交流频繁 一直在蓬勃发展 光省级以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就有12个 这其中最有名的就是2009年 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黄华麒麟舞 麒麟舞 它舞的是那天上的神物 人间的祥瑞 麒麟 麒麟 是我国古代汉族神话传说中的 一种传统祥兽 它即龙头 鹿身 马蹄 牛尾 鱼翼身 身披五彩林甲 乃吉祥之宝 传说麒麟早在周代 就与龙 凤 龟 并称四陵 且列四陵之首 是太平吉祥的象征 到了明清时期 麒麟文化达至鼎盛 麒麟不仅作为吉祥的代表 其意更是扩大至人 兽 送死等等 经过几千年的发展 麒麟从最初的图腾信仰 发展延伸至文学艺术 造型艺术和表演艺术等方面 这其中比较突出 能生动表现的就是麒麟舞了 麒麟舞在河北 河南 广东等地流传较广 但各地区的麒麟舞在造型方面各具特色 黄华麒麟舞是北方麒麟舞的典型代表 它道具造型大气 高大威猛 麒麟体长一般达三米 高两米 表演时 气势宏大 粗广豪放 记性强 黄华麒麟舞在黄华民间流传甚广 当地人称麒麟舞为耍麒麟 兴盛时 黄华市曾有十几支麒麟表演队 它之所以受到世代群众的喜爱 在民间流传至今兴盛不衰 是因为它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对麒麟的崇拜心理 演出的形式和内容 富有独特的地域风格和艺术特色 据民间考证 黄华麒麟舞产生于明末清初 盛行于黄华西北部文化古乡 齐家务吕桥一带农村 在我们弄麒麟的时候 已经传承了好多年了 具体说什么年代过来的 没有准确的记载 就老他们传说的是明朝的时候 就是说我们老家有在宫里表演的艺人 明朝后期不行了 好像明朝灭亡了 他们这些人就回家了 回家来之后把这个记忆就带回来了 从制作到表演 在我们老家不是齐家务吗 就在老家就留下来了 黄华麒麟舞现有七支表演队 分别活跃于黄华市的大王庄 小王庄 吕桥珍 桃园 谢甲 同居 潜伏等地 每年元宵节 黄华的人们就鼓起麒麟 迎祥大福 祈求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这位老人叫杨印海 他是黄华麒麟舞 麒麟扎制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杨印海 1936年6月 出生在齐家务乡大王庄一个农民家庭 现在已经是八十的高龄 可是他仍然在不辞辛苦地忙活着麒麟舞的事 杨印海小时候非常喜欢看大人们耍麒麟 那时村里的人每到冬天都会练麒麟 等到正月十五 附近几个村联合起来一起舞麒麟 杨印海十八岁那年 开始向当地艺人学习麒麟舞表演 和麒麟的扎制手艺 他悟性高 肯钻研 是远近闻名的能工巧架 我是从小好乐 是吧 可以干嘛 我走那些地方 我不光扎麒麟 我走慢慢蹬啊 蹲啊 都蹲啥段 说起耍麒麟 杨印海回忆起曾经最辉煌的事 时刻仍兴奋不已 就是叫清那叫啊 都看好 就观众们推斗了 就人推斗了 那时候也没电视 骂也没用 就到十五 前后 人急不动啊 就黄华麒麟舞艺术来说 又可以分为 麒麟扎制和麒麟舞表演两部分 扎制麒麟 是进行表演的前提条件和核心要素 能否扎制出一个完美又实用的麒麟 直接关系到麒麟舞表演的成败 据杨印海介绍 麒麟的扎制主要包括三个部分 头部 躯干 和尾部 扎制的材料主要是竹片 扎制时 一般先扎头部 再扎躯干 最后是尾部 扎制头部时 一般先用竹片扎制出头型骨架 再利用丝绸布 雷射纸 油彩 及其他装饰材料 在骨架表面进行粘贴 绘制和装饰 扎制头部讲究细节 麒麟所有传达的表情 都从头部每个部件显现出来 麒麟头一般包括 肌脚 眼睛 嘴巴 牙齿 胡须等等 由于头部部件较多 制作要求精细 因此 头部的扎制也是最复杂 最好时间的 麒麟的躯干 主要由竹片和木棍扎制而成 它的内部有三根横梁 材质都是柳木棍 分别为前杠 中杠和后杠 前杠支撑麒麟颈部 后杠支撑尾巴 中杠 主要是方便后面的耍铃人抓握 操作麒麟 身子上方留一个长方形开口 在开口处绑有背带 供驾铃人探出身子驾驭麒麟 麒麟身上最多眼的就是它的鳞片 据杨印海介绍 原来麒麟骨架完成后 用纸糊好再用画笔汇出鳞片 但这样做出的麒麟造型简单 缺乏生动性并且容易破损 后来经过改进工艺 用彩色丝绸和镭射纸 做出一片片鳞甲 再把它缝制在麒麟的丝绸外套上 这样做出的麒麟色彩鲜艳 形象逼真 而且结实耐用 麒麟的躯干与头部之间 可以自由拆卸 表演时可以通过麒麟颈部上的挂钩 将头挂在上面 比起头和躯干 尾部的制作相对简单 尾部在麒麟整体美观上 起着画笼点睛的作用 黄滑麒麟的尾巴长且坚硬 挂着绚丽的坠势 在表演时随风飘扬 不失一种美感 扎着一个完整的麒麟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它需要四个人 花上整整一个月的时间 才能完成 这样看来 麒麟扎着需要艺人们 耗费大量的时间和成本 手舞足蹈 转圈跳跃 这高大威猛的麒麟 是怎样动起来的 让麒麟从头到尾活灵活现 驾铃人都需要什么样的技巧 如何通过表演 给观众呈现一场 别开生命的麒麟舞 不要走开 农广天地稍后继续精彩呈现 麒麟舞看起来精彩 灵动 但是准备工作 可能很多朋友就不清楚了 光是杂志一个完整的麒麟 就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而麒麟舞的表演 就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麒麟舞在表演时 每只麒麟有两位青壮小伙 一前一后装扮 前面的演员肩胯麒麟身 手扶麒麟头 脚踏高桥驾驭麒麟 后面的演员 在麒麟内部尾部表演 两人身脱几十公斤重的麒麟道具 前者通过动作 暗示尾部演员表演 一明一暗配合默契 浑然一体 麒麟通常是一雄一雌 成对出场 上面坐着童男童女 当地人告诉我们 麒麟头戴红花是雄麒麟 头戴绿花是雌麒麟 童男 头裹头金 眉心点一个举行红点 童女配戴假发 眉心点一个圆形红点 他们代表着天上仙子下凡来 给人间百姓送来儿女 送来吉祥与福气 麒麟舞的音乐简单 靠打击乐完成 乐器主要包括 大鼓 锣 大铲 大铲 大脑 这些都用以 烘托麒麟舞的表演气氛 听起来气势宏大 节奏感强 给人以激昂感 他们都是黄华氏 吕乔镇 小韩庄 麒麟舞艺术团的乐队成员 堪称这个艺术团的音乐大师 而把这个小团队 组织起来的人 就是他们的团长 孙德福 他们这个麒麟舞艺术团 最近三天可忙了 连着十号机场演出 要抓紧训练 好好巩固巩固 说到黄华麒麟舞 他很是自豪 因为与其他地区的 麒麟舞相比 最大的不同 就是家邻人要踩高桥 这就让表演更加有难度 也更有特色 那这个麒麟 它要是用高桥 人们在这个麒麟 体积比较大 而且它是这个 就是在这个道具 很胖大 不用高桥 就是说把这个玩意 蹭透不起来 只有说踩上高桥 显著有壮观有红围 人手 它必须有的这个林啊 或者种啊 猫啊 达不到一定高度 它也说不便于表演 家邻人不仅要脚踩高桥 而且还要支撑整个麒麟 大约90%的重量 都在他的身上 大人背是68斤 如果后边人下去 就一百多斤了 下来的时候 一护浑身前后背都湿透了 两人一起耍的 它当然会 比如摆头的时候 都会抬起来撞一下的 也会觉得疼一些前边 把一个麒麟 生龙虎虎地舞动起来 驾铃人的确需要 消耗大量的体力 然而 负责麒麟尾部的演员 也并不轻松 他不仅要帮助 驾铃人减轻重量负担 同时还要与驾铃人 配合好掌握平衡 保证驾铃人不能摔倒 另外还要保证 表演的时候更加有看点 让麒麟从头到尾都活络起来 一不他累啊 他得活了 不活 光头或死的 这驴子说不了 你看冬天弄冷啊 没有穿麵刀 家这个冒衣都不穿 人有热 他累啊 老是坏人呢 耍着耍着 累了一看不行了 结果耍着你 就靠了边了 一靠边就人就啪 踢过来了 你可是 你要回延期 你换人行吗 那不夹了吗 是吧 走得个人下来 那得好笑 你得坚持呗 黄华麒麟舞 同其他民间传统舞蹈一样 也会遵循一定的套路 在表演的过程中 处处洋溢着喜庆 大部分动作背后 都有深刻的寓意 这样出来之后呢 他们来一个圆满 就是梁花不出来以后 来个圆满 就围场转 转一圈 就是寓意着生活圆满 这是一个寓意 回来之后呢 穿着走八字 八字呢 就是那现在说吧 八寓意着也是发 好似成酸 它不是两个圆了吗 两个圆 也像一个葫芦一样 也代表福禄的意思 黄华麟舞的基本步伐 有蹦步 走步 转步等 基本动作 有左右摇摆头 后蹲 藤玉 抖颤 其中 比较有代表性的动作 是闪 转 藤 颤 闪 闪所表现的是 麒麟的敏捷灵动 带给人们的是喜悦与福泽 具体说起来 是两个麒麟 在相互靠近之后 迅速向两边躲闪 这个麒麟闪的时候 前面一个人的 蹬着高桥 他有那个 重的时候 就是让你走了 让你走了 他一听着 这俩一块 一块闪 抓就出去了 这给人的一种感觉 就是让人感觉 就像飞一样 要飞一样 就是那个感觉 他这样走的时候 不是一下 一走的时候 啪 一闪一闪 一闪一闪 闪的动作要求表演者 必须有足够的默契 同样需要配合默契的动作 还有转 与闪相比 转的难度更高些 转是以麒麟的头部为中心 驾铃人脚踩高桥 原地踏步转动 而麒麟尾部演员 随着驾铃人 转动的方向 要大幅跨步 但每次落脚 都和驾铃人的 步伐节奏默契一致 这个动作寓意着 麒麟送完吉祥后 非常高兴 手舞足蹈 原地转圈 随着古典节奏加快 麒麟尾部转的速度 会越来越快 这考验着演员的平衡感 和节奏感 有的时候 随着现场的氛围 越来越热烈 演员们就会自主地 加上一些高难度的动作 您看 这两个麒麟 已经在一边转着身子 一边腾越起来 腾这个动作难度最大 表演时 麒麟尾部的演员 凭借其腰部 与双臂的力量 将麒麟尾部 用力向下压 同时驾铃人 顺着惯性 将麒麟头 用力向上去 紧接着 麒麟头又迅速落下 尾部跟着大幅翘起 就像压翘翘板一样 一上一下 一下一上 甚为壮观 腾就哗就起来了 就像上天一样 一起 后面这个人要上颂 他因为踩着翘都高 他踩着翘高 往上颂的时候 这个麒麟 他下面有一个大胡子 一颂上颂就上去了 就搞像麒麟要飞 胆似的麒麟要上天 寓意什么呢 就是说繁荣昌盛嘛 就是蒸蒸日上嘛 那种感觉 还去哗就起来了 腾这个动作表演起来 难度系数最高 表演者的体力消耗 也最大 与腾相比 颤这个动作 缓慢平和 可以使表演者 在完成激烈动作后 得到放松 恢复体力 颤是指两个麒麟 尾部一直在颤动 身上的鳞片 在颤动中 闪闪发光 两个麒麟 缓缓移动到广场中央 扭来扭去 好像麒麟跟随古典 情不自禁地 跳起舞来 越来越高兴 相互蹭在一起转圈 把黄华麒麟舞的 喜气洋洋 生动活泼 展现得淋漓尽致 颤呢 就是她两个 就是两个麒麟 为了表示 互相之间 吉祥喜庆的时候 这两个人呢 就抓着 喜洋洋的 感觉就像颤 这身有个鳞片嘛 那鳞片就 就颤起来了 后边那个尾巴 必须这样颤起来 两个人一同时颤 就跟活的一样 特别漂亮 两个麒麟来了 你围着我颤 你喜欢我 我喜欢你那种感觉 喜庆嘛 按照当地的说法 颤这个动作 是在表达 麒麟送完儿女后 百姓们十分感激欢喜 麒麟也跟着高兴起来 在云中互相蹭痒痒 欣然回到天庭复命 黄华麒麟舞表演独特 时而威严勇猛 时而歸泻有趣 刚柔并进 铿腔有力 寄托着人们的美好希望 表达着老百姓们 在欢庆佳节时喜悦激动的心情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黄华麒麟舞曾度过了一段黄金期 人们喜爱它 崇敬它 当地人曾经以表演麒麟舞为荣 当时热衷于耍麒麟的人很多 人们都争着加入当时的麒麟表演队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一切似乎慢慢发生了改变 由于麒麟各大体重 演员体能消耗大 表演者必须由身强力壮 动作敏捷的男性轻壮年担任 但近年来 农村壮劳力流动性强 造成演员阵容不稳定 再加上麒麟道具复杂 制作起来费时费力 成本较高 这都给麒麟舞文化的传承 带来一定的难度 然而对于杨艺海他们来说 在有生之年 能将麒麟舞文化的精髓传承下去 是他们最大的心愿 麒麟舞尽管是一种古老的 擬兽类民间舞种 但它承载着历史与文化 并将音乐 舞蹈 工艺美术杂技 给予一身 不仅具有美学的欣赏价值 又有文艺 宗教 民俗的 历史研究价值 未来这门传统的民间艺术 还需要更多的接班人 让麒麟舞更好的传承 发展和创新 好了 今天农广天地就是以上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 如果您想查询栏目的更多内容或讯息 可以登陆农广天地的央视网官方网站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